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告诉大家就是1月12号就是下个星期天一点半在悉尼会展中心啊就是达林哈巴那个会展中心台长的一个大法会每年在悉尼就这么一场希望大家呢啊赶快到啊这个东方台或者在HBO我们佛教协会来诉取门票啊任何咨询的打92832758好啊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你好哈喽你好你好你好啊看一个啊1957年手机你他他地心不好他身上有没有灵性1957年手机啊57571957嗯嗯1957年手机你嗯身上有灵性啊颈椎这里颈椎颈颈颈颈颈颈 请愿颈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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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 叫魂呐,叫他叫呀,叫魂呐,叫灵性拿掉嘛就好了,叫什么魂呐,灵性驱逐嘛就好了 这张他要给他小房子多少才赞?小房子多少啊?小房子要给他,先给他念五十九章吧 五十九章,小房子上升了,他体验一万桥一个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他的图层银色,几几年属什么的?1957年属鸡你,黑的?黑色啊,深色,不是完全黑色的,深色的鸡,听不懂啊 深色的鸡啊,等等,1962年属,他的右手冲了一点左右,大家 有啊,鸡全部吊住了,鸡络全部吊住了,有一个灵性啊,嗯 对不对,对不对,你要找到小房子呢?在他颈椎这个地方 颈椎了?嗯,要要七十八章,七十八章,嗯 这样他要吃中药吗?他的右手冲了一点? 要,要,要,吃吧,吃点中药,吃什么好呢? 调理调理啊,我看他有,我看见他有,有这个灵性啊,首先要小房子要念 然后呢,自己呢,要拿一点,那个,就是拿一点那种,呃,像风油精这种啊,经常要搓一搓 那个位置啊,有湿气啊,湿气啊,湿气很重,嗯,好吧 啊,经常自己,叫人家推拿按摩一下吧,会好一点的,嗯,嗯,明白 嗯,太老爸,看第二个,张子山,张,公堂山,紫,紫色的子,山,啊,那个,山峰的山,王人,蓝,他2019年4月16日王生,张什么? 是不是讲错笔子,张子,紫色的子,山,山峰的山,高山的山? 山,山峰的山,有山峰的山,张子山,好了,上去了,已经在,已经在阿修罗道很高的地方 阿修罗,还有小房子吗? 嗯,没办法,给他烧就给他烧一点吧,68张吧,68张好,看看还能上去? 好了好了再见了再见了 喂你好 喂你好 喂感恩师傅 你好 师傅今年好 师傅麻烦我想您看一下那个八七年属兔子的 想看一下他的工作 八七年属兔子啊 对 现在有两个工作可以选择 不知道能选哪一个比较好 就更有余力可以出来 八七年属兔 八七年属兔是吧 是第二个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是新的一个对吧 对对对新的一个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师傅那个您看看我 我今年今年因为是逢那个 三十三所以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关口 我在那个元旦的时候是许愿 就是一年里面念诵 一万遍大悲众 五万遍交哉 然后一万遍五万遍几节咒 一万遍交哉几项神咒 再加上仿生完成一万条鱼 您看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感恩师傅 你要记住啊 你不要脑子里不要杂念太多啊 脑子里想的太多了 对对对 我真的是我一直在念心经 以后菩萨帮我克服这个心魔 心魔 而且而且你还有这种色魔在 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我一直觉得好像就很 就脑子里一年一直在克制 就一直念观心菩萨身靠 很麻烦的 师傅您看我这样子的话 怎么样可以去调整 你这个你这个大腿啊 大腿啊 你这个33岁的时候 你要注意大腿啊 容易容易容易出毛病啊 大腿是吗 左面 左面大腿啊 你要特别当硬会扭着啊 或者会突然之间受伤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会会会长什么东西啊 你一定要 因为我现在看这个腿上 这个黑气一层一层的 特别当心 是吧 那我如果针对性的念诵 108张小房子 您看可以吗 可以的呀 念吧 嗯 哦 那您看我还是再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要注意一些 就是经常看看天空啊 有时候 嗯 然后呢 心情要开朗一点了 好 不要太忧郁啊 因为你这孩子 忧郁也是很厉害的 明白吗 嗯 过去就是忧郁 把过去的事情忘不掉 啊 明明知道自己放不下 对不对呀 拼命的要放 那当然会伤害自己了 对不对呀 有的时候放不下的时候 想一想 想完了再放下 对不对呀 好的 这样的话嘛 就想不想不想不想通呀 你老憋着也不是个事啊 好的 师父您看我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再多念一点自存经文的这个心经去让自己想通呢 可以的呀 你自己赶快要想通了 你要记住任何一个人想不通都是他的思维 思维在大脑当中有阻碍 思维大脑当中阻碍实际上就是脑水体发生倾斜的变化 所以你去看一个人一直让你咬脑袋咬到后来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就是说经常脑水体产生倾斜的话 也就是说比方说你睡觉的时候脑子不是这边睡吗 那边昏 昏沉沉 待着一个地方时间太长了 它是脑水体产生变化 就是可能在想问题的时候想一个问题 如果脑水体产生变化的话 你会执着在里边出不来的 明白吗 明白了 所以叫你们小孩子年轻的孩子要经常把自己心要拓展一点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看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看一些师父的白话佛法了正能量的东西 有时候呢没事呢看看天空 因为天空是广大 非常非常的浩瀚啊 对不对呀 无垠啊 然后你就看了之后心里就会 会舒服一点 气量会大一点 对不对呀 不能钻在里边的 钻在里边出不来的 明白吗 感恩师父开始 师父 那个您加持我 让我这次能够顺利参加您新年的这场法会 好的 你自己乖一点的 好吧 求不上 你现在这个方法是对的 念一万遍的五万遍的这种 因为这种 这种是一个愿力的 因为一个人要 许愿念一万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明白了吗 好师父我发愿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一定会好好改 好孩子 乖一点啊 好 人的 人间的任何东西都能抛开的 明白吗 只有佛性不能抛开 什么东西都 都是化为乌有 只有佛性在心中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师父我一定好好听话 好 好 那就这样 好师父 好 师父再见 再见 嗯 喂你好 喂你好 好 喂师父好 嗯 请讲 请讲 哦 第一次给师父请啊 嗯 祝师父新的一年 法起安康 红法 顺利救赎更多 更多有缘众生 呃 昨天梦见师父的时候 我在想 今天可能 有可能会打通 什么普通电话 感恩师父 呃 请您看一个1980年 属猴男 八几年 八六年呢 啊 1980年属猴男 看什么 他的心脏 哦 有点小问题 嗯 对 他今年送急诊了 就上 12月份送急诊了 因为心脏问题 嗯 有点小问题 是有零 呃 是什么问题 他有点心脏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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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跟人家 跟人家不正常一样 就是不是像人家 正常的心脏那种跳法 他当中像 他这个当中血管 有点像裂开 像裂开一条缝一样的 嗯 哦 好像有间隙啊 你听得懂吗 嗯 哦 有缝隙啊 好的 那他这个是需要 找中医看 还找西医看 有灵性 哦 灵性 最好 最好 他如果过去 一直没有发的话 从来没有过这个病的话 中医条理 如果过去 从小就不好的话 那要西医的 嗯 哦 是从小的 出生就有 啊 那就是麻烦了 这个就是可能要 他可能要 如果 如果西医说 只能动手术的话 很危险 就叫他中医条理吧 嗯 哦 中医条理 好的 我现在看他也不会 也不会影响 他的寿命的呀 嗯 哦 好的 但是他每次 每年基本一次 到送急诊 这个还是有点影响 正常生活 对啊 就是每年一次啊 已经算好的 有的人 三天两头 送急诊 你知道吧 哦 多呢 这种人 嗯 像他如果自己 自己 如果晚上做梦 如果有 什么菩萨的手 在他心脏上 点一点的话 好的话 那就彻底结束了 就好了 哦 好的 好的 那个 您可以跟他布置一下功课吗 因为我给他布置 他不怎么听 你要给他布置 他会听的 五十 五十九遍礼佛呀 哦 一共五十九遍礼佛 嗯 好吗 哦 好的 那个大悲者心经呢 哎 心经 自己选呀 自己一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呀 每天吗 就是 现在身体不好的期间呀 哦 好的 好的 感恩你 不要吃凉的了 不要吃凉的东西 哦 行 好的 他那个也经常喝咖啡 咖啡 有 有 有 开玩笑的 你叫他吃一种 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呀 哦 好的 嗯 行 好的 那他这个心脏问题 需要到这小房子 哦 一百八 嗯 好的 他头上呢 他头上以前有个灵性 就是跑到他心脏来了呀 哦 那那他如果吃那个Q10 还有那个单身片可以吗 可以 单身片他没血压膏 可以吃的 好的 Q10单身片都可以吃 主要问题不能激动 第二不能吃凉的 第三停止咖啡 好 好的 我跟他说 你叫他一个礼拜之后 明显好转 哦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谁家吃 看那出头颜色呢 1980年属猴 白的 白猴 好的 他现在在找工作 然后 呃 他 男的女的 男的 哪个方位比较好 他想是在法国找 然后 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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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他的右面 从他家出来 右面 从那楼出来什么 从那楼出来右面 对啊 楼出来的右面 好的 那等于是还是在巴黎了哈 不是在郊区之类的 我不知道 反正是右面 嗯 哦 好的好的 您请您看一个1985年的牛女 她好像是可能会得血液病 85年属牛女 就中医说可能会得血液病 85年牛啊 对 哦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哦 就是他 他那个 赶快 他有一个很大问题 他小时候 都亵游过菩萨的 嗯 哦 嗯 他不知道 用现在话讲 就是把菩萨象征掉啊 或者砸掉啊 就这种 哦 哦 好的 今天这个问题 他要许愿多少边礼佛 86张小房子 嗯 好的 那他身体有其他的问题吗 59 59边礼佛 好的 其他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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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很不好 很不好 啊 一直不好的 嗯 嗯 嗯 是 然后他那个肾也不好 然后他舌头都烂了 那种 对啊 行 这就是他的血液啊 他要是再不念掉的话 他会有报应的 很厉害的 这种报应会死人的呀 嗯 行 好的 我跟他说 好的 他的业障比例呢 还可以 28啊 嗯 哦 行 好的 感谢否 那就是您可以看个1965年的 女的蛇 他买了一个理财保险 他已经交了十年 还要交十年 但是我怕他会赔掉 我怕他接下来交十年会赔 1965年 他拿都回来不来 他拿都回来不来 他拿不来 如果不交的话 拿不回来 如果交的话 有可能人家再过十年会给他烦 嗯 这种我不会跟你讲的 嗯 好的 好吧 这不属于我给你们看 图腾的范围的 嗯 哦 行 因为他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我说怕他赔太多 哼哼 本来就是贪 能不赔不了 好的 好的 贪什么 你这点钱本来放在家里 还是这点钱 嗯 你想把钱生钱啊 生的出来不了 几个人能生出来的了 是的 现在不要说生钱了 生个孩子都这么难 生钱更难 好了 是 好的明白了 感恩师父的此备开始 感恩师父您保证生铁 收听天快乐 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啊 祝大家新年愉快 啊 那个 请大家记住啊 那么悉尼 我们的悉尼听众朋友们 那么在1月12号 就是下个礼拜天 一点半 在达林哈巴 一点半 啊 这个会展中心 啊 这个 台上有一场法会 啊 非常 非常 就这么 每年就这么一次法会 在悉尼的 希望大家 啊 赶快来拿票子 好吧 到我们 啊 东方电台或者到HPU的佛教协会 啊 都可以去拿 啊 任何资讯是92832758 92832758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